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讲到这个进入应许之地 早在前面第一到三节当中 摩西已经提到了 但是他在四到九节 就穿插了一段很重要的我们所谓的神骂 就是以色列你要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要爱上帝 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表现我们去爱上帝 讲完了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我们也用了好长的时间去理解 怎么样爱上帝 怎么样谨守遵行他的话 接着下来我们发现 他又继续回到进入应许之地的课题上 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 其实反而更加的看到 正因为这位的上帝 我们要去遵行爱他 所以当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过后 要怎么样按照这位上帝的心意来去生活 所以接着下来的经文 你就会看见摩西都是在讲这些 进入应许之地过后 百姓的生活态度 当然我们再往下读 你去到第七章第八章 都是讲着进入应许之地过后的一些的情况 同时也有以色列人要准备面对的挑战 但是我们就不cover这么远 因为我们的主题在和尚新的世代 所以我们就只看到第六章为止 有兴趣 在研读的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 把余下的经文看一看 那个是进入应许之地过后 摩西接着下来也讲 还有这些敌人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备心来面对 在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其实摩西在这里有一个很凸显的主题 就是他讲的这一切的东西 是免得百姓忘记 进入应许之地的承诺 是上帝当年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 摩西这个时候再次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这是上帝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 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的那个心情是非常的激昂的 因为这一个的应许 已经好久了 现在是离他们不远了 我想摩西讲的时候 那个的心情和百姓听的时候 那种的兴奋 是可以理解 是可以共鸣的 因为就在眼前不远了 他们要进去得地为业了 但是这个的好消息背后 也隐藏着一定的危机 所以摩西在讲好消息的时候 也同时提到要谨慎 要警醒 免得你们忘记 当然 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的事件 其实历史不是很久远 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时间来讲 他们离开埃及 然后当然 在过程里面因为埋怨犯罪 所以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 40年其实也不是说很久 要说久也不久 要说久也是蛮久 不过 40年里面 这个离开埃及的印象经历 应该是还在的 应该还是历历在目的 应该呢 以色列人不会这么快就忘记的 但是 摩西意识到 日子久了 有可能会忘记 再加上 如果这个日子过得舒服安逸 那个忘记的可能就更高了 那 当然 你可能会说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忘记上帝 连上帝都忘记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那我就问一问大家 还记得 两个礼拜前 何牧师正道的主题吗 当谁老啊 当爸爸老了 有人讲当你老了 到底是谁老啊 当你老了是那首歌 何牧师的主题是当爸爸老了 还好 你们还有谨慎 谨醒 那 当然 我并不是说 我并不是用这个的 例子来说明 我们要把牧师的 这个信息呢 也当作好像神的话语 这么同等的位置来看待 但是其实当我这样子问 大家好像还要 recall一下 有些真的可能忘记了 你也不好意思讲了 对吗 你发现 这是很真实了 我们的确是 这么上望的 所以 摩西说 免得你忘记 是有理由了 是 有道理的 那事实上 当然我们也看见 上帝是可以用财富 来祝福每一个人 但是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其实 上帝在赐福的同时 也一再地 对拥有财富的我们 做出好多的警告 那比如 耶稣也曾经 对一个富有的年轻人 做这样的评论 他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再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 真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 还容易呢 这是一位来寻求 所谓永生之道的 一个的青年人 但是当耶稣叫他要放弃 甚至把他的家产变卖的时候 他就别打喊了 他就不行了 然后过后 悠悠愁愁地走了 所以耶稣就讲了 这样的一个评论 并不是因为他有钱 是错的 而是因为他放不下 这个的财富 来跟随上帝 保罗他也同样地提醒 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十七节说 至于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你要嘱咐他们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赖靠不住的钱财 写错字 的钱财 要依靠那厚次万物 给我们享受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看到 这里讲的 不是那一个财富有问题 而是拥有财富的人 我们的心态 保罗提醒 我们不要依靠 不是财富有问题 而是我们不要依靠 那靠不住的财富 我们对财富的态度 会导致我们 自高自大起来 会导致我们 忘记了上帝 所以这也是摩西 为什么在进入 应许之地之前 要先提醒百姓 免得他们进入之后 生活安逸下来 富裕起来 就忘记了上帝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摩西其实是 从两个角度来做提醒 第一他提到 不要忘记上帝 因为你所拥有的这一切 是上帝的应许 摩西一再的强调 这个应许之地 是上帝答应给 他们的列祖的 意思是说 这是上帝的承诺 不是我们的功劳 不是我们打拼回来的 是上帝答应的 我们才有的 我们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上帝答应给列祖的 这个应许之地 是因为他信实 然后他一直 keep这个promise 他一直守住他所应许的 然后一直带领 他的百姓走到今天 这应许之地已经不远了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要看到 如果列祖 在过程里面 放弃 不愿意信靠 不愿意继续跟随的话 这一个的应许 也可能不能成就 不是因为上帝 没有办法成就 而是因为人 我们可以选择放弃 依靠上帝 所以当摩西这么说的时候 他其实也在帮助百姓 看见 我们上帝是信实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 效法我们的列祖 继续持有对上帝的信靠 神会保守 我们也要回应 持续信靠 这位的上帝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今天 如果不是上帝 先拯救我们 如果不是上帝 先白白给了我们 这份救赎的恩典 我们今天还谈什么 在地上 积财 有产业 我们可以 当然我们还可以 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是有 但是我们今天 能够理解这一点 是因为我们发现 如果不是上帝先拯救我们 我们有的这一些 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算有了再多 又怎么样呢 所以 求神带领我们 看到神的信实 神的应许 使我们不至于 把我们的焦点 一直放在财富上面 第二个角度 摩西提醒百姓说 你要看到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看到第十九节 我们只是看前面那几节 我们发现在 这里摩西用了一个 很强烈 但是一直重复的字眼 就是 不是你 来表达 他们进入的 这个迦南地 这个的应许之地 是迦南人已经开垦的 这个白白的成果 就这样交在 以色列的手里 使他们可以享受 但是这一切 不是你 手所做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看见 他就用了 四个的对比 他说 你进去看见 这又大又美的城镇 不是你建造的 你进去看见 装满许多美物的房屋 这个许多的美物 不是你装满的 你进去看到 已经挖成的水井 不是你挖的 这个水源 对当时 特别以色列的 这个地理环境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生存的 一个必须的条件 但是上帝说 这个水井 你最基本的需要 也都不是你挖的 再来 你进去看到 有葡萄园 感染源 这些东西 你一进去 就可以收成了 就可以吃了 记得 也不是你栽植的 所以不是你 不是你 这里一再提醒我们 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你 不是我的功劳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的确稍微有一点成就 我们真的很容易骄傲起来 我们总会这样子想 如果好像一些人在公司 在一些的企业里面 不是有我 哪里有今天 我们常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这个地方不可以没有我 那种感觉 那些在位的 有时候有一些权利的 我们可能也是会说出一些 很骄傲的话 比如说 你不珍惜这个机会 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不珍惜 就没有了 好像讲到我们很厉害 这个机会在我手里 但是我们却常常忘了 这机会本来就是 神先给你有机会 你才能有机会给人 但是我们好像讲到 我很有厉害 我可以给你机会 我们忘了 是上帝的恩典 难怪 诗人 在诗篇 第115篇 第一节 就这么说 要将 耶和华 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一直重复 要将 上帝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但愿我们 吃饱 喝足的时候 名臣 立旧的时候 不要忘了 上帝的恩典 不要忘了 这位信实 守约的上帝 那我们怎么样 能够 看到 这个 怎么样去持守 不要忘记上帝呢 那当然 从摩西的一个方法 一个的角度 他就一再提醒身份 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从这个 为奴之家 出来的 我们在埃及 为奴之家 出来的 那这个的身份 提醒 我想摩西的用意 不是要贬低 这些以色列人的 价值 你们是 烂泥 不要忘记 你是烂泥 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想他其实是 在提醒我们说 我们要 记得上帝 如果没有上帝 就没有这个的 拯救 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就没有 这一份的好处 所以 记得你的身份 你就记得 上帝是谁 你就认识 你的上帝 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是我们的拯救者 他是我们的保护者 他是信实守约者 所以我们拥有的 这些财富 都是来自上帝 我们以感恩的心 来领受 来享受 但同时我们也求神 帮助我们 不忘记他 从信仰传承的角度 我想我们能够持续 活在一个 不忘记上帝的 这样一个状态里面 那就是我们需要 不断地灌输 正确的圣经价值观 那什么是世界观呢 什么是世界观 简单来讲 世界观就是一个人 他应对生活里面 所有事情的一个 最基本观点 就是说 当他应对这个世界来的 一些冲击 一些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去看的 他是怎么去回应的 他是怎么去理解的 这个就是世界观 一个人的世界观 你对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你怎么回应 你怎么做决定 那弟兄姐妹 我们无可否认 如果说 当年的以色列人 可以因为 这又大又美的城镇 水井 葡萄园 装满个要美物的房屋 而忘记上帝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 可以因为这样的东西 就忘记上帝 我们今天更容易忘记上帝 对吧 我们今天有的东西 其实更多 比这些多的不得了 我们今天有的 诱惑也更大 所以我们今天 真的是要求神 帮助我们 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感谢主 今天我们有一些人 可以说所谓的已经上岸了 上岸 我的意思是指 在信仰的道路上 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 差不多了 可以见主面了那种 可能这个世界观 对你来讲 已经不再重要了的 反正我都是等 那一刻的来临 所以我说 有些人已经上岸了 或者说我们已经 觉得还不错了 这个世界 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过 什么东西我没有经验过 诱惑不到我了 可能有些人在信仰上 已经达到一种 很高的境界 但是 我想大部分的人 都还是在这个的漩涡 这个世界的漩涡里面 打转 在这个世界的洪流里面 在挣扎着 特别 年轻的一代 特别 那一些 要刚刚踏入社会的 这些的青少年人 我们正式 要进入这个漩涡里面 有些人 已经在里面挣扎了 我想好多人 在里面挣扎着 有些人差不多要靠岸 买岸了 但是有些 是刚刚开始要跳进去 所以 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 这个的正确的世界观 你可以想象 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 imagine一个想象 这个世界 就好像一个大海洋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说就是一艘的船 甚至我们可以形容 做基督徒 就是一艘的战舰 Battleship 一艘的战舰 为什么我们要形容它为战舰 那是因为 圣经也提醒我们 我们是要为真理 打美好的战 我们要为主 抢救世上的灵魂 刚才我们背的经文说 我们要信主 一家人要得救 我们要去传福音 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们生存在 这个的大海里面 不是一艘三半而已 我们是一艘战舰 我们是要为主 打美好的仗的 但是 这艘的战舰 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战舰的话 我们还没有进入大海之前 应该要怎么准备呢 你想啊 如果你是那艘的战舰 你要进入这个大海了 你要什么准备呢 除了想象 我需要装多几只大炮 这些之外 我想有很多方面 我们都需要准备 不好你的甲板漏水 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都是 各方各面 都要准备妥当 除了准备炮弹 所以 我想从观输世界观的 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跟我们做教育 是相当接近的 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做教育的呢 很多时候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认为 如果一个孩子 来到教会来上主日学 他能够把圣经的经文 老师教的背的经句背起来 他今天回去 我问他 今天老师教什么 他能够讲出来 就大概很好了 对吧 大概不错了 这个孩子 有背经 又有听老师讲课 但是弟兄姐妹 你要明白 这个只是做教育的 初级阶段 重复 repeat 老师每天在班上 都是repeat的 然后 叫你回去背 第二天听写 一样的吗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 aspect 我们只是期待 我们的孩子来到主日学 他有背经句 然后到时到后 以前我们还有什么圣经 背经句比赛 我不懂 这里还有没有 我们就是为了 那个背经句比赛 就背背背背背 然后就拿奖品 如果只是这样 我们只不过停留在 这个初级的阶段 重复 背诵而已 也许 我们所背的东西 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 接下来 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需要 培养他们 能够解释和应用 他们所明白 所背的 这些所记住的 这些东西 他们所记得的 他们要在生活里面 能够去解释和应用 我相信一般上 我们在做信仰的教育 都有做到这一点 特别好像我们查经班 我们在查经 我们除了看经文 我们也解释经文 甚至给一些的应用 弟兄姐妹 这样的真理 怎么样应对 我们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用 怎么样 有信心 有爱心 怎么样 我们都有做到这一点 但是 你停留在这个阶段 还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阶段 可能只是你理性上的明白 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问一问 我们的MJYF 我们的大专 你问他们一些 信仰的问题 他可以给你standard answer的 你去问他们一些信仰的 简单的信仰问题 如果你困难 你会怎么样 他会给你standard answer 我祷告 读圣经 就叫我standard了 因为他们理解 他们背了 经文有这样子讲 老师有这样子教 我也理解 我也明白 我也会应用的 你问我就用了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他生命 有直接关系的 还不一定 他可能给你standard answer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去到 更深的这个阶段 就是要帮助 我们下一代 或者甚至我们自己 把我们所理解 明白的这些信仰 可以做分析 分析不是分析那个话语 而是分析这个情况 我们所领受的这个话语 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分析 然后我怎么样去分辨 distinguish 分辨 design 这个东西跟我所面对的环境 我应该怎么样去取舍 我怎么样去做选择 我怎么样去推理 然后甚至我也可以把 我所领受的话语 试验 做一些test 就是我去如此遵行 有什么后果 我不去遵行 有什么后果 我们可以做test 我们再做评估 可行吗 还是要怎么行 不行 我还要再问一下 我的导师 你这样子教我的 我做了 不行 这样子呢 我们的整个信仰 我们的生活 面对这个世界观 我们就真的能够用圣经的角度 真理去应对 不然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面对很多来自世界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朋友 都会给我们许多形形色色的建议 对吗 那你要听朋友讲 还是听圣经讲 今天我们年轻人 很容易被朋友影响了 peer pressure 朋友同彩的压力 大家都这样子做 我不做 我不买堆 好像觉得我怪怪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买堆 不然我就被孤立了 来教会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 peer pressure来教会的 因为每个人都去教会 所以我就跟着去 但是这个的peer pressure是好的 你的朋友没有带坏你 但是我要说 但是很多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反而我们是常常跟着世界的那一套去走 所以我们是否能够 在生活里面面对挣扎 面对这些信仰 受到挑战的时候 可不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 你要的答案 除了你来问 教会的牧师 领袖 你来问 你自己能不能找到答案 你能不能在最关键的那个时刻 能够做出一些分辨 选择正确的 按照神的心意做的决定 能吗 因为有时候一些决定 你不是立刻就可以打电话问 你就要立刻做决定 你能吗 在那个时候 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吗 我们面对朋友挑战的时候 跟着一起做 你这样怕死 你这样骨板 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还能坚持 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的话语 这是我们需要 去灌输 培育的圣经价值观 应对我们 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上帝 最后 我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 他整天瞒着撞钱 他虽然生活过得很富裕 但是他的日子 他就觉得过得很不如意 好像没有真正的满足感 有一天 他就向上帝埋怨 他就说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工作 而且生活还算过得不错 但是我就是没有那种 内心里面 真正的喜乐满足 上帝就回应他说 OK 我就给你一个任务 每一天 你腾出一个小时 牵着蜗牛去散步 你每一天 如果能够坚持这样子做 一天一个小时而已 不要不多 你能够坚持这样子做 你很快就能够找到 你要的答案了 这个人就照做了 因为上帝叫他 牵蜗牛去散步 他就照着做 他做了一阵子过后 就发现问题来了 因为蜗牛行动 实在是太慢了 虽然蜗牛已经是 接近全力的爬了 但是对一个人的速度来讲 这个的速度实在是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太慢了 然后再加上 他是一个做事很急躁的人 因为对他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我一分钟可以赚几百万 这样子 你这样子慢慢跟我摸 摸到几时 这样子 所以他就开始急躁起来 开始失去的耐心 然后甚至责怪这只蜗牛 可以快点 甚至吹它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拿数字去插它 走快点 爬快点 但是怎么弄呢 这个蜗牛还是慢慢走 爬不快 后来他真的是失去耐心 然后他就跟上帝抱怨说 上帝你知道我就是那么直信直的 我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 你干嘛跟我开这个玩笑 要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 问了过后 上帝这次没有回应他 他就很不爽了 他等了一下子 没有回应 他就甩开他手上的 牵着蜗牛的绳子 他就想走了 但是当他想放弃的那一刻 他看见这个蜗牛 还在慢慢地继续往前爬行 他就很好奇了 他就想 到底他要走到哪里去呢 这只蜗牛要爬去哪里呢 他就反而又继续跟在蜗牛的后面 慢慢跟 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突然闻到一阵的花香味 他这时才发现 原来在他住家的附近 有一个那么漂亮的花园 是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发现 住在那个达曼 他都没有发现 自己的达曼 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花香味吸引了他 这时候他又听到 鸟鸣 从叫的 这个的声音 他抬起头来 看见天空 一片蔚蓝 白云 哇 多么的漂亮 然后一阵微风徐徐的吹在他的脸上 哇 他顿时感觉 这个神清气爽啊 哇 太美好了 他自己赞叹到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么美好的 他讲完这句话过后呢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上帝要他牵蜗牛去上步 原来上帝不是要他带蜗牛上步 是要蜗牛带他散步 弟兄姐妹 我盼望我们不需要等到蜗牛来带我们去散步 才能够体验 什么是神要我们过的这个的人生 求神帮助我们 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记得上帝是谁 记得神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样的心意 有什么样的护照 我们要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 在这个世上活着 世界会给我们许多错误的信息 价值观冲击我们 但愿神帮助我们 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好准备 当他们这一艘的战舰 还没有驶入汪洋大海之前 要好好准备他们 那些已经在里面 不是说没有得救 可是我们就比较辛苦一点了 因为你之前没准备 就跳进去 所以这个可能时候 要常常一直空降 空降式的去救一救 补一补 那些还没有进入的 我想我们真是要把握这个时机 好好的装备我们的下一代 这样我想我们才能稍微有一点点把握 当这艘战舰一死出大海了 它就不会沉下去 不然它真的很快 你没有准备好 它就沉了 不见了 这是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 我想一个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个的情况 好多的父母 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装备的重要性 以致当我们的孩子步入少年青年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救 所谓的把他们再拉回来 但愿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看重这个信仰传承的事情 看重怎样把圣经的世界观 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 年轻的 我说你现在如果已经在这个漩涡里面 你更是要被提醒 你自己都经历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需要去帮一把 我们的彼此 我们在这个大海里面 感谢主 你和我都是那艘战舰的 我们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彼此帮助 彼此鼓励 彼此提醒 我们也帮助装备我们的下一代 那些我刚才说要上岸的 你不是没有东西做 你更是要用你的经验 来帮助 来扶持 陪伴这些在掙扎中的弟兄姐妹 就算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 继续为主刚强 为主打美好的圣战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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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